举办静博会体现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在我看来 静博会最大的作用和价值 就是为共建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 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这样省高度重视静博会工作 已经连续四年才在静博会 每届静博会都会成立由分管副省长担任团长的交易团 全世界静博会 浙江省累计组织了6万余家的企业 和15万余人次的采购商到会参加采购 举办400余场的投资输进活动 可以说浙江省交易团是参与静博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时浙江省也是静博会的重大受益者 借助静博会这个平台 浙江一共签约项目将近4000个 累计异项成交金额达到了380多亿美元 推动浙江省进口连年走高 在静博会的筹备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印象深刻的细节 比如说阿斯利康 阿斯利康参加首届静博会 与浙江教育团开展了深入交流 促成了建设阿斯利康中国东部总部的想法与出行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当中的提倾 等到2021年第四届进步会前夕 阿斯利康东部总部正式启用 正式桥迁新居 最终落地浙江杭州市拱树区 我们预计5年的税收将超过10亿元 将为浙江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 有了阿斯利康东部总部的带动 目前韩国大丘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项目开始落地拱树区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丁 我觉得这几年进步会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向前发展的 不变的是进步会的高规格的展会 高质量的展商和高水平的组织 中国通过举办进步会 已经将中国市场大门打开得更大 已经提供了国际商品进入中国的重要平台 已经为国际经济共享中国市场发展红利 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将对建立充分开放的中国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本届进步会浙江省还将举办两场大型活动 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省 积极探索将数字经济经验与进步平台相融合 通过首次举办分论台 邀请政商界领导以及学界专家 围绕数字经济开放与治理这个主题进行深入交流 将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经验通过进步平台推广开来 今年进步会即将进入五周年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里我也祝愿进步会越办越好 路越走越宽 湾宾原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